今天就由我们万里国小来为大家借由阅读分享 然后呢,如何引爆学生无限的可能 首先先从第一个,班级介绍开始 因为我们是班群,所以呢是从四年级到六年级的部分 那四年级有两个班,再来就是一个五年级 还有六年级的班 好,那第二个实施时间 主要是从每天早自习的成读十分钟 就是七点五十分到八点 还有每周一节共读时间 这个是早自习八点到八点三十五分 那因为在早自习的时候 不知道各位老师,尤其是带高年级的老师 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团队,尤其是体育、音乐等等 小朋友常常这边借五个,那边借五个 然后班上就剩下两三只小猫 所以呢,高年级的部分我们就是 会希望在国语课,甚至其他课程 前五到十分钟来进行读报 那小朋友会比较有参与感 那因为我们是从去年十月 才开始第一次加入这个读报实验班的活动 那一直到今年的六月 然后希望透过刚刚讲的几个固定读报的时间 来让学生可以爱上读报 那可以引发他们的多元智慧的潜力 那准备工作呢 首先我们因为是班群 所以四位老师我们约好 固定在周二放学之后的一个小时 来进行共同的讨论 好,比如说我们当时申请读报的时候的报纸 因为我们四个班 那国语日报这边是提供我们27份报纸 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希望每个小朋友人手一报 所以呢就想说用在报纸上面编号 然后再从四年级往后传 然后一共轮完四个班之后 再把读完的报纸发给小朋友去做剪贴簿 或是带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 那其实这样子轮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就是印刷还有纸张的使用 尤其是要回收的时候会非常的舍不得 对,所以呢 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就是交点新闻的时效性 但是因为我们新北市吧 每个班上其实都有一份报纸 那就可以从那个地方来做加强 再来就是学校其实蛮支持我们进行这样的读报的活动 那学校在教务处主任还帮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买剪贴簿 因为也是有27分 所以其他三个班级都是用另外购买的 还有我们有一个爆米花广播电台 爆就是报纸的爆 也是总务主任帮我们更新了整个套广播系统 让我们播报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我一开始呢 用的那个小亨利四格漫画 第一篇是这一篇 那我为了要使小朋友 希望小朋友越多的创意越好 所以我会请小朋友把字 一开始就要把它折起来盖掉 然后我要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这个小亨利四格漫画 那我就想说用师生共同讨论的方式 那我提醒他们 你们可以加上一些时间啊地点啊 然后动作啊表情啊 然后连接词啊 把这四个漫画把它串联成一篇故事 然后先用说的方式 然后发现小朋友很蛮爱讲话的 就很会说 然后我发现就这样子 然后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再换下一篇的小亨利四格漫画的时候 我就放手给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漫画怎么用了 我就分足讨论的方式 请小朋友 请小朋友讨论 那讨论完之后呢 我也不限定他们上台呈现的方式 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采用个人报告方式 或随便你们想用什么方式 结果我看到他们很特别的小朋友 用个人报告 那有的小朋友比较害羞 就用那个故事接融的方式 那还有更特别的小朋友 他用 用那个演戏的方式 然后就是 这也是我后来发现 后来变成小亨利剧场的一个 一个前身 这样子 我们老师在每个就是找日秀的时候 都会去办公司 读报Q&A 然后让我们那个写 然后 因为读报Q&A 让我更会仔细去看报纸的内容 也让我学到了更多的成语 还有那个第八版的科学教室 他也跟我们讲了许多科学 还有有关于生命的数字 我的发表的时间 谢谢大家 好 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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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教师心得的回馈就是 就是我们呢 是100学年度是第一次申请 那希望101学年度 我要在这里请命 希望我们申请读报实验班能够过关 谢谢大家